这是志玲姐姐婚后 第一次参加大型时尚活动 同时也是产前最后 一说到这就消音 林志玲双手捧真脸 嘴巴大大睁开 让主持人顿时不知所措 不是不是不是 我自己也会这样希望 可是暂时还没有 这个我好像许愿许了一辈子了 我觉得老天爷应该听得到 林志玲想生龙墨胎还在努力 演艺圈中用试管求子 而且大方承认的不多 有最美双胞胎之称的 依依佩佩是例外 大家好 我是双胞胎的姐姐依依 我是双胞胎的妹妹妹 依依佩佩拍过许多广告 喜欢演戏和表演艺术 也主持过户外节目 哇 是这个 这样子我有点害怕了耶 好害怕 双胞胎姐妹感情好 不但同一天举办婚礼 婚后求子也借助试管科技 姐妹同时怀孕 我就是很怕痛很胆小的一个人 可是我居然没有想到 我会为了小怀孕这件事情 然后去做人工受孕 因为人工受孕跟试管 都是要一直打很多的针 台湾有15%的家庭 大约35万不孕症夫妻 不过台湾的试管 婴儿着床率达到了36.7% 全世界第二名 加上价格 是世界各地平均价格的一半 每年吸引上千国外不孕的家庭 来台求子 日本甚至于就是说 美国甚至于美国他们的费用 比这个还要再多个两三倍 所以常常有美国的病人 他们可能觉得坐一趟飞机过来 他都划算这样子 一代二代试管经济实惠 负担十几万 就能有二到四成的成功率 到了第三代 针对高龄遗传诊断 成功率提高到六成 不过价格也是第一代的两倍 到了第四代技术 用AI影像监控 找出最好的胚胎 成功率上看七成五 市场上还有称为3.5代试管 运用子宫内膜荣寿性检测 能找出子宫着床的最佳时间 子宫内膜 它会有一个最适合着床的一个时间 我们叫着床窗期 大概会维持6到12个小时 这也就是做3.5代试管的实验室 如果一到四代的试管 它在寻找是一个好的胚胎的话 那3.5代的技术 在寻找的是子宫 它最好的着床时间跟地点 如果两个技术在结合 甚至可以把怀孕的成功率 提高到八成以上 个人的精准化字 这是目前的一个趋势 一旦这个内膜跟胚胎 在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位置结合 这是一件新的意思 20年下来 台湾已经有超过了 8万6千个婴儿 透过人工生殖出生 台湾医疗也帮助了 上万个海外外家庭 圆了深海情愿